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用国语跟你们做一个节目的介绍 因为我是广东人 说普通话不大标准 希望你们不要见笑 现在我介绍一个就是葱油饼 这个葱油饼呢 很多网友都跟我说 用剩下来的蛋挞 那个皮跟那个油饼的皮 怎样处理 我现在做这个视频 就是跟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将用剩下来的皮 放到蛋糕桶里面 放点叶水 先把它打烂 再放下面粉 把它打成比较光滑的面团 这个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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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面团已经打得比较纯滑 我们看看那个圆硬度 那个圆硬度可以的话 我们放到案板上 把它再油一下 把它油到比较纯滑 这个面团 有好的面团 我们让它静止一下 大约时间十分钟左右 现在那个面团已经送金了十分钟了 我们把它分开它 分到比较小 那这样就容易工作 现在这个面团比较纯滑 我们就把它压扁 把它压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这个面团压到这个厚薄度就可以了 现在少一层生的油 烧它生好以后放到一点盐 那个盐把它烧得比较均匀 放上冲花 冲花放好以后我们把它转起来 转的时候用力的力度要比较均匀 不要太紧也不要转得太松 这样把这个接口放到案板里面 这个体重是60克 这个重量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多少也可以的 那现在我们把它接好以后 把那个收口放到案板上 拔好以后呢让它松制几分钟再做 这个面团已经松精了五分钟 这样做起来呢就比较好做了 开皮的时候呢两面都要开 用力比较均匀 那个皮呢开到一定的规格 我们放到一边 让它松进衣裳 就放进衣裤 今天就会看到 这个是要操作的 ��的 和 authors 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葱油饼做好以后,我们用个平底的锅,放上适当的油。 先用那个中火,把它煎到有颜色的时候,改成小火,两面煎到金黄丝。 这个葱油饼就比较好看,好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的葱油饼煎到这个盐丝,两面金黄丝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一遍。 我们再来一遍。 现在第二块的葱油饼也是煎好了。 也是煎到这个颜色,比较好看好吃。 现在做好的葱油饼,我们放到一个做了凳面花的盆子里面。 这样就称起来的点心就好看了。 现在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在这里做些品尝。 如果喜欢视频,请你们订阅、分享、点赞。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因为我的国语说的不好,请大家多多包含。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记得订阅和订阅。 谢谢大家。 请订阅和订阅。 请订阅和订阅。 否则你会不会变怒。 Shh,别告诉我我说的。 你会不会变怒。 好,我会不会变怒。 是的。